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5号表示 各国防长对北约防御规划的新指南达成共识 新指南涉及到来自中国的挑战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 北约所谓的新战略概念文件 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中方坚决反对 我们多次指出 北约所谓的新战略概念文件 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罔顾坚持对华系统性挑战的错误定位 抹黑中国对外政策 对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和国防政策说三道四 鼓动对立对抗 充满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 中方对此严重关切 坚决反对 汪文斌强调 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好机遇 而不是北约意想出来的什么系统性挑战 反倒是北约自己应该放弃冷战思维 阵营对抗的过时理念 北约宣称自身是区域性防御性组织 却不断突破地域和领域 四处挑动矛盾 制造紧张 渲染威胁 鼓励对立 我们敦促北约放弃冷战思维 阵营对抗的过时理念 放弃树立假想敌 搞乱欧洲 霍乱亚太的危险行径 为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做些好事 感谢观看